第十五贵 第七集 刚刚我们很有艺术的感觉 我们继续吃着这条水 是什么艺术呢 人体艺术 大家看到这个封面 今次要介绍的是Brat13 1比6的兄弟 继续鲨鱼兄弟 甲虫兄弟之后的第三弹 龐蟹兄弟 为什么会玩龐蟹呢 这个容后谈 直接看这件东西有什么可以给大家 刚刚说过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些表演 兄弟一拍就有一个很漂亮的 故事插画 看完封面 我们先放在地上 无所谓 通常都会有一些 我没有什么叫赠品的 有些惊弱东西会给大家 首先就是一张 不用两个封面拍 一次过看完的海报 北海道灾害救助队 龐蟹兄弟 好 麻烦又进入他了 既然是兄弟的话 我们就索性看了兄弟先 玩个大佬 好 救援队的哥哥上野达夫 可以看个幅 帮我收拾帮子的帮助 盒子里面 基本有的装备 有头盔 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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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的 本身是变异体的蟹头 另外 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救援队 所以在工具方面 有把 是不是士巴拿 什么 我不懂说 不懂 还有剪鉗 或者我收拾帮子 给大家看看 作为救援队 有些工具 在手上是绝对正确的 好 又是人体转动的时间 我们今天没有转台 没有 有吗 有 就在我的手上 算了 不要紧 这件衣服很漂亮 牛仔布的感觉 工人褲 本身是北海道灾难特别救援队的小队队长 尚野达夫 他今次的基因二变 用了以前很出名的海道 黑胡子爱德华的基因 和他混合而成 我自己最喜欢的衣服 看见到整套衣服都很漂亮 身体正常可动 坦白说 本身的黑胡子爱德华 我都觉得关节上有少少数 但是 人人的形态来说 整个全体都很漂亮 我想重新提出他两兄弟的衰章 感觉上很真正招 看他的表情 我自己来说是十分喜欢的 我先收拾一只腰子 他对波鞋是参考 参考什么牌子 都是近期的潮鞋,即是比較厚底的波鞋 波鞋款 不過這個也可以稍後再研究 或者可以關注它的面罩 這隻不是雪藏,當然是雪藏蟹 這隻很可愛 它本身後面也刻了一些字 而且它在上飾那裏 沒有說話好說 整隻蟹型 你遠看以為是見的 就像日本料理門口那些 對 至於如何安裝頭部件上去 坦白說,這真是優點 磁石 那真的很好 如果不是波頭那些 那些有時候會爛 好啊,好適合 謝謝 接著就舍上去 舍上去 還是有磁石 有三口尺 有三口尺尺 好搞笑 搞定 又失正 又不怕冷開拉鏈 既然都是這樣 它的衣服是可以脫的 當然可以看它的內膽 但沒有那麼需要,我還是先拉高一點 拉鏈 又可以放上去 平衡 平衡 就要量一量 對 它也很重 而且它的分析 它的分析 其實是比較鬆的 我想補充一件事 你的頭千萬不要跌 因為是類似手板膠 它真的是手板膠 所以變成很容易 對 可以了 厲害 真的很有趣 這個造型 沒錯 我想問它怎麼看 它有蟹眼 這麼厲害 看到蟹眼 有 它設定上都是用了 旁蟹的基因 還有本身這個黑胡子摺得好 船長的基因來創作 或者可以先躺下它 我先說一下它的弟弟 弟,唐本印牙 原本是一個死囚 殺人犯 專門是甚麼 他又不是奸淫 有奸淫 沒有努力 主要都是喜歡殺少女 殺人犯 後來就被這個 喱丫哥救回 成為了他 喱丫弟弟 人間形態 那他是不是就是殺這些 轉頭說 他自己本身的基因 就混合了 腹部半狀 即是 忍者 江戶時代出名的忍者 所以拿捏刀 我可以轉一轉個圈 給大家看一看大致上 它的造型是怎樣 我想大家留意的是頭雕 因為真是 詭異的眼神和表情 很陰實 很少 Figure 會用這個表達方法 所以 會是挺有趣的 另外兩件衣服 亦都是馬開拉鏈 給大家看看 這件背心 很漂亮 那些裁剪 真的很漂亮 有些cutting 是的 那麼 海洋基因生物研究所 將他們兩個收納為己用之後 變成為他們的人 主要都是做救援的工作 以及做運送的工作 只要運送什麼呢 又是轉頭說的 好了 又可以動一下 手手腳腳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優點 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缺點 可動方面 其實都是一般十二寸的可動性 如果可以在關節的鬆緊度 可以再改善一下 我覺得玩的感覺就會再出來 好了 至於 麻煩你幫我抖一抖它 同樣地 大家的蟹頭是不同的 哦 是呀 蟹型也不同 對 它本身上色 特別是甲殼類的上色 因為睡下它會比較穩陣 圖裝是非常吸引,而且蟹眼的蟹色是非常相似 它會否真的用了真的蟹眼呢? 因為太相似了 依然是拔出來 你久不久會看到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是本身的作者John 每個都會寫回他那套作品的製作時間 虽然是普通版,但仍然限量388件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大概是這個數目 大家喜歡John的粉絲,每次都要搶 價錢我不說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台灣網頁 Fans page Facebook 又或者國內的淘寶,都會有機會知道 即是入手的,又可以結合了 反而唐本就跟了一件背心 還有一件外套,裏面還有一件黑色貼紙 某程度上的工具不夠 兩個都是小老頭 又或者可能兩個都是大老頭 也不是一件半件 所以大家入手的時候 幸好,我真的是兩兄弟 可以的 祝大家好運 我看你都頗要命 因為他的重心真的太重 其一,其二 都是真的 關節有少少鬆 所以可以的話 如果大家有一些 一般坊間一比六的台座 就要記住 放著它來玩 或者顯示器 不要像我們這樣 因為要拍攝 就這樣放在這裡等等等等等等 其實說這兩隻 就比較簡單 不過 我真的想介紹的 就是他們的 每次 我想有玩開 Black 13 Park的朋友 都 又愛又恨 除了本身 其實那個figure 坦白說已經非常吸引 但是他們的 銅菌包 或者叫擴張包 是真的極度吸引 除了本身 在這個數目方面 會更加限量 這是188件的 我沒有記錯的 有初請更正 之外 我覺得深思度 比這兩個figure更厲害 是事實 真的嗎 真的事實 剛才大家都看到 本身就著的封面 他們是做買賣的 做運輸的 賣什麼東西呢 我要介紹的 就是他們的推介 生鮮美女之蟹 真是問你死了沒有 這個就是生鮮味 生鮮還是新鮮 生鮮 生鮮 不過都新鮮 都新鮮 賣點在哪裏呢 當然 買蟹當然買半頭 本身銅菌包裏 有一盒 雪藏 也不是雪藏 是新鮮蟹 不看它 本身也有一個面具 給弟弟 最好的 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的 就是可以開 不用怕 開完 你是有一個選擇 是做一個開罐的組合 而入面就是今次要介紹的食品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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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湯或藥水 我是湯 把女性的同體表露無遺 她已經將蟹和人的基因合而為一 小林海洋基因生物研究科技 將人和龐蟹的基因進行實驗 將它成為活體可以食用的罐頭 因為她有一條喉好像是維生的 我想她是生的 沒錯 為什麼我剛才說是可食用的少女罐頭 就是這個原因 在地下的食人俱樂部是非常受歡迎的 好 等大家開胃完 其實這款是不能拿出來的 拿不到的 整個像標本般藏著 當你真是新鮮開封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好 今次 我想現在這段時間都在吃飯 希望大家會更加開胃 對 加菜 對 所以 稍後見 好